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莉莉老师一起学画画 今天呢老师要教小朋友们画一个月饼 为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要到了呢 所以呢老师要教小朋友们画月饼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吃月饼啊 我们现在就和老师一起开始吧 我们首先拿出一张纸来 然后按着老师这样把它对折 然后呢我再对折 得到一个什么形状啊 是不是像老师这样呢 得到了一个十字线是不是 这个地方呢是中心点 是这张纸的中心对不对 老师叫它中心点 好小朋友们谁能告诉老师 你们吃过的月饼是什么形状啊 我猜小朋友们一定知道月饼几乎都是圆形的 是不是也有长方形的 但是圆形的特别多哈 所以老师呢今天教小朋友们画一个圆形的 那怎么画呢 首先我们在这个中心点呀 这个这个点这个地方以它为中心 左边呢点点右边也点点 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月饼画在这个中心上 是不是 好那怎么做呢 就像老师这样 左边点一个点右边点一个点 然后大概看起来距离是相等的就可以 我们千万不要用尺子量啊 老师经常说用尺子量的话 虽然画出来左边和右边很平均 但是呢我们不能练习啊 不能得到很好的练习 所以呢我们要用手和用眼睛 只要我们多画 以后就会画得好 每一次都会有进步 好老师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这个月饼到底怎么画呢 其实它是一个圆形 如果按照以前 是不是老师说要这样连这样连 然后再这样连这样连 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一个圆形啊 是的 但是呢老师今天说 我们从起点的时候 就用老师以前教过的一种线 是什么线呢 哎这种弧线是不是 老师把每一个小小的弧线连在一起 我们不一定要画得特别圆 但是我们只要把每一个小弧线连在一起 哎我们就出 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好看的形状哈 像小花瓣一样 那我们一起开始吧 给老师画了第一笔 然后呢往上画第二笔 然后呢再接着往上画第三笔 然后再这样画 哎这样 其实跟我们之前画园很相似 好我们用眼睛看 看到大概跟以前画园一样的位置 我们手中呢拿着橡皮 如果画得不好呢我们可以插掉 像老师这样 哎好 嗯 一个爱一个 好不要着急 老师呢可以停一下 等一下啊 我们不着急 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再在它的外边再画一圈 沿着它的线 比如说老师选择一个线在这儿 就在这儿 哎 围着它 再画一个线 画一个线 像不像我们以前画过的云啊 云朵 是不是 很像 所以呢老师就围着这儿 哎 再给它画一层 是不是不难呀 是不是 很容易画呢 好 就像老师这样一圈 一圈 不着急 我们慢慢来啊 如果小朋友看不清 可以把老师的视频暂停 然后你再接着画 好 老师画了一个 是不是像花朵一样啊 现在小朋友说 老师我还没看出来 它像月饼 没关系 老师把它略微的放大一点 让小朋友们看清楚 把纸往上一点 下面我们怎么画呢 其实月饼啊 我们现在画的是一个面 但是它有厚度 对不对 我们吃的月饼 一般都是这么厚的 对不对 我们给它加一个厚度就好了 那怎么加呢 老师就在这个地方 最边上第一个画瓣的地方 哎 画起来一条线 然后呢 在这边 哎 画起来一条线 现在是两条直线 对不对 然后老师呢 略微给它加上弧 也像我们刚才这个curve一样 我给它画的 哎 没有很直 有一点点的弯 老师给这个月饼啊 加一个厚度 这样 哎 好 之后呢 我们再把每一个 中间的每一个curve这样 给它连上 哎 这样连上 连到下面 我们像不像啊 这个月饼就有了一个厚度 是不是啊 啊 小朋友说 老师这个看起来还不像月饼 没有关系啊 我们画成什么样子 其实都是很漂亮的呀 是不是 我们要有创意 是不是 那我们该怎么画呢 那老师觉得 我们的这个月饼啊 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老师给它加上漂亮的眉毛 然后呢 这给它加上可爱的眼睛 比如说我给它画一个 哎呀 漂亮带有睫毛的眼睛 就是一个弧线 然后呢 给它加一点点的 哎 我们画过哈 一点点的 小小的 今天它就有 它就有了睫毛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再给它画一个微笑的嘴巴 是不是 老师的月饼 有没有很可爱呀 是不是 它还会笑 是不是 时候还有什么呀 老师觉得 它还应该有一个 红红的小脸蛋 哎 一会儿来把它涂上颜色 之后呢 我可以给它加上小手 那怎么画呢 那我就在它的右边啊 给它画出来一个 哎 这样的小手 小手呢 它可以 比如说它说 耶 我们先画一个 小小的半圆 然后上面一个弧线 又一个弧线 这是什么啊 这是很有名的剪刀手 是不是这样 老师这样的 剪刀手是不是 好 老师的左边呢 我也可以给它加上 就是这样 哎 出来 这样 一个线 是不是 小朋友们是不是 一下也学会了剪刀手 怎么画 剪刀手怎么画 一个直线上来 画一个弧 画一个弧 就是这样半圆 不要把它封口 封口就是一个椭圆形 对不对 我不要把它封口 然后在上面呢 给它加一个 一个半圆 再给它加一个半圆 是不是就是它在剪刀手 是不是 哎 我们很多小朋友照相的时候 或者是学兔子的时候 都喜欢要这个知识 好 之后呢 我也可以把它画上小脚呀 那怎么画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月饼下边 这样 哎 哎 给它画一个线 下面给它 画上小脚丫 我也可以给它穿上一点高跟鞋 哎 下面给它画一个小圈圈 右边呢 我也可以这样的 画出来 然后呢 下来 给它画一个小圈圈 也可以给它穿上漂亮的高跟鞋 这是老师想象的月饼哈 如果小朋友们觉得嗯 老师你的月饼还不够漂亮 我可以再还还可以发挥 那可以呀 小朋友们可以再通过你的想象来发挥 比如说啊 我们中秋节的时候 是不是有大大的月亮啊 有星星啊 那小朋友们可以在啊 在这个画的周围 比如说 我可以给它画上漂亮的云朵 或者是星星 比如老师画一个云 就是一个圆圈 这样 哎 这样拐下来 哎 然后呢 再把它这样的连上 是不是 这是云朵哈 或者是呢 老师 小朋友们觉得 老师你的云没有这样的好看 那你也可以画成棉花糖一样的云朵 是不是 然后呢 小朋友说 老师啊 这个月饼是在中秋节吃 那一定要有星星陪着我 那你可以像老师这样在旁边画上星星 是不是 你的星星呢 也可以有笑脸 是不是 也可以有微笑的脸 如果小朋友说 老师 我可以再画其他的东西在旁边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画大大的月亮 是不是 然后也可以画各种各样的 啊 background的哈 就是你可以给他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小朋友们呢 也可以给他写上字 比如说啊 中秋节快乐 可以写上中秋节快乐 或者是呢 写上自己的名字 都可以 好 老师现在画的这个月饼呢 就是比较 呃 kawaii版的哈 什么是kawaii 就是很有趣的哈 很可爱的这一种 是不是 然后呢 小朋友们呢 可以尽情的发挥 在他的周围呀 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好 老师呢 就在这儿再加最后一个涂 好 现在呢 我的这个月饼呢 就基本上画完了 现在下一步呢 老师来把它涂上颜色 好 月饼啊 在小朋友眼里是什么颜色呢 这老师的眼里啊 这个月饼 一般都是啊 嗯 有一点颜色偏深 比如说这种棕色呀 或者是土黄色呀 比较多 所以老师呢 就拿了一个 呃 这种棕色 来涂它这个边边里面的 线 小朋友们用彩色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哈 尽量不要把它都涂出去 因为涂出去就不漂亮了 是不是 好 这个月饼呢 很开心每年的时候见到小朋友们哈 然后呢我也可以把这个沿着这个边呢 哎 给它也涂上一点这个深颜色 好 之后呢 我又换颜色啦 我换一个略微浅一点的这个土黄色 我把它啊 有一点像橘黄 嗯 我这个颜色看起来亮了一点哈 我把它涂在这里边 小朋友们呢 其实选任何颜色都可以 因为我们不拘于要跟老师一模一样哈 当然你如果喜欢跟老师用一样的颜色是可以的 小朋友们也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想象 是不是 这是我用的这个 有一点橙色偏 orange的颜色 然后呢 我再选一个更亮一点的颜色涂在里边 嗯 比下面的颜色呢 稍微浅一点的涂在这里面 好 我留出来它的小脸蛋哈 一会儿我把它的小脸蛋换一个颜色 其他地方呢 我就都涂上这同一个颜色 好 不要着急哈 大面积涂也不要着急 用的慢一点 我们尽量呢 把笔啊 这样放 放趴下哈 这样的 平一点 因为平一点的话呢 面积比较大 涂的就会快 把笔这样立起来呢 就是涂的面积比较小 比较细 不容易染到其他的颜色 是吧 好 现在呢 它的小脸蛋的地方 老是想用一个粉颜色 哎 让它变成粉颜色的小脸 之后呢 它的 它的胳膊和它的小脚丫呢 我也给它涂上 一双粉色的鞋 粉色的小鞋子 好 然后它的胳膊和腿呢 我也给它涂上这种颜色哈 好 老师的这个月饼是不是很有特色呀 它很萌 很cute 是不是 之后呢 我想把它周围的这一些呢 这些点缀呢 background呢 我想把它也略微的涂上一点颜色 比如说啊 我选择一个绿颜色来涂星星 好 我这两颗星星呢 都用绿颜色来涂 云朵呢 我可以选择一个蓝颜色来涂 比如说这个云 我是用蓝颜色来涂上 好 我另一个云朵呢 我就换另一种颜色 因为呢 我为了区分出来它哈 当然小朋友们如果想都涂 同一个蓝颜色也是可以的 老师呢 选另一种蓝颜色来涂这一遍 希望这两个云朵看起来 有一点不一样哦 是不是 好 之后呢 我还用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红颜色 涂在这里边 哎 小圈圈 然后呢 我再拿一个什么颜色呢 拿一个浅一点的这个粉颜色 涂在这 哎 这样 涂在上边 我还用什么颜色呢 比如说我用一点点purple 涂在这个下边 好 这些呢 是老师选的颜色 之后啊 我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 我觉得我这个画面感啊 还不够丰富 我可以点上各种各样的小点点 这些都是我们画背景所用的方法哈 各种各样的 我们可以用点点也是可以的 并且这个点点呢 不具于同一个颜色 比如说小朋友觉得 哦 老师 你这个点点 这个颜色 嗯 我不太喜欢 那当然了 小朋友们可以换成 比如说这种亮色的荧光黄 这样的黄颜色 来继继续地点准你的画面 这些都是添加画面的很好的方法 小朋友们要记住哦 以后这里画其他图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老师同样的方法来画background 对不对 画你的背景 现在背景呢 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漂亮 好 老师又选择了一个粉颜色 这样 好 现在呢 老师这个画面 是不是现在就越来越漂亮了 点了好多各种各样的点点 是不是 好 到现在呢 老师的这个可爱版的 很cute版的这个月饼呢 就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呢 有没有学会呀 小朋友们 老师在这里 祝你们节日快乐啊 中秋节快乐 好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我呢 就请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 每一期的视频更新了 好 这一期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